美国流星月天后 雷哈娜近年将事业重心放在自家美妆品牌 已经许久没有推出新作品 先前她挺着运度复出 豪力登上超级杯舞台 令粉丝们激动不已 更有大批观众直言 为了观看她的演出才买票进场 可见她的人气不用小觑 日前雷哈娜再次创下记录 成为首位再串了平台Spotify 10首歌曲都超过10亿流量的女歌手 然而距离她上一张新专辑 已经过了7年 再次印证了她的超高影响力 雷哈娜受访时曾透露 人们都以为她不缺钱 所以才不出专辑 但事实上她是因为担心 无法写出更好的作品 感到十分压力 她谈言这不是看待音乐的正确方式 因为音乐不应该有任何规模 应该随自己的喜好创造 她也意识到如果继续等待 最完美的作品出现 那可能永远也无法完成 目前她对于音乐有些想法 只是还无法告知外界 因此呼吁粉丝们在耐心等待